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来自印度的Bugri 从去年起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一直留在广州 像许多在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一样 疫情之下 他们选择留在相对安全的中国 努力经营自己的业务 最近一段时间 广州出现散发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海珠区一写字楼工作的Bugri 需要在门口测量体温 并出示健康码后 才能进入办公楼 因为我认为政府是在这里 在中国做生意 Bugri从2013年开始 在中国做生意 如今在广州经营一家贸易公司 这是一家外国法人独资企业 主要从事电气产品采购 该公司95%的采购产品 均销往印度 每年在中国的采购额 将近2亿美元 中国是一个国家的制作工厅 在中国的技术 在中国的技术 是很快在中国的技术 所以我们的公司也认为 技术的技术 虽然广东目前存在本土疫情 但Bugri表示 在采购方面 公司受疫情影响不大 公司所有员工近期一直待在广州 避免出差 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多次的核酸检测 所有的工程们都戴着帽子 我们从家里工作 我们一直在帽子 在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部 他们有水康库的椅 他们也做了极限上的椅子 我们重新的工作 我们重新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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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组新打工程 我们的社会有关系 我们的社交通组织接收集 据广州市卫健委消息 6月22日零至24时 广州市无新增境内感染病例报告 这是第四个连续零新增日 Bugri告诉记者 目前他已经接种两针新冠疫苗 政府会提醒人们 如何避免感染新冠病毒 并且这里的防疫措施 对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帮助 这些地方是不安全的 请不认识到这里 Sui KungCode是一个很好的传续 里面的好传续 和健康的症状 可以认识到 第三个连续零新增识 每个人都没有传续 这是另外一个传续 四个连续零新增识 给每个人都没有传续 这些人都没有传续 Bugri坦言由于印度本土疫情爆发 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与家人团聚 每次和家人视频通话时 他都会提醒他们 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他希望疫情快点结束 可以早点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